跟兩個分析,一個是REPTXLEN,一個是TESC,然後一個是聚集錄製,這部分完成 最後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剛剛錄製的,剛剛錄製的話,你可以看到聚集裡面不是有執行嗎?旁邊下面有編輯 其實這個編輯,主要是讓你知道這兩個聚集到底是寫在哪裡,編輯也就會跳到Visual Basic 所以你有兩個方法,你可以只要按編輯,它會跳到Visual Basic裡面來,但是可能打開來的話畫面會很大,我的習慣是會把它縮小 因為它可能把畫面遮住了,遮住的話你就不知道下一步你要幹嘛,所以一般習慣會什麼?我會把畫面縮小,讓它浮動在上面 我可以看到下方Visual的狀況,然後再去做後面的程式撰寫,所以第一步我會先把它稍微縮小,移到適當的位置 第二步的話呢,打開來之後你會發現你的聚集就在這裡,特別是聚集放哪裡?它理論上一定會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模組底下有個module 1,那假設你不小心把它關掉,有沒有像這樣 有時候關掉不見了怎麼辦?沒關係,你可以找到右邊這邊有一個專案總管 有一個模組,也就是說以後的VPA一律都寫在模組,或者聚集錄製也都在模組裡面 所以以後特別是,以後後面我們會寫程式,反正要寫哪裡?寫模組 OK,所以記得,那你如果你要打開怎麼打開,很簡單,點兩下 就OK了,關的話怎麼辦?就關掉,OK,打開 再來的話,字太小怎麼辦?沒關係,工具選項 範寫風格,工具選項,把字調大,至少12號吧,不然字太小了,OK,按確定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請你在這個程式裡面加上註解,那你會發現 這邊其實我們錄了兩段程式,上面這一段就是串接 頭在這裡sub,名稱,尾巴在end sub,那清楚的話是sub清楚,尾巴在這裡 那我要怎麼加註解?請各位以後注意一下,錄完程式之後 請你自己加上你看懂的註解,要怎麼怎麼加? 記得單一號開頭,所以這個都註解,你可以把它錄得掉 一般我習慣是,在這邊加一個單一號開頭,打個1 第一步我做什麼?游標放在1四處,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把那個字檔上去,比如說1 有沒有,第一個,然後底下就這一段程 那輸入公式的話,比如說第二步,我就輸入公式 所以這邊的話,輸入公式 OK,那第三步的話呢,就向下,填滿的話,其實各位可以猜得到 這邊有個Auto Fill,有沒有,自動填滿,所以這一個動作就三 好,那我就做完了,有沒有發現,如果你加上註解跟沒加註解 這一段程式就會從完全陌生,再到熟悉 欸,傳統說,老師我突然看懂程式了 其實你根本不是看,你是看懂註解吧 OK,主要是因為你看到註解 所以呢,以後假如說,你錄製去期 之後呢,我是建議你加上註解 那這個好處,第一個,你之後回頭看,你會看得懂 第二個,你也可以累積你學習VBA的能量 因為很多你不會寫,沒關係,你可以看別人怎麼 看那個VBA,那個Excel怎麼幫你寫出來 那你講說,老師那我以後需要這樣,一定要這樣寫嗎 沒有,我後面會教各位,可以讓這個程式寫得更簡單 那清楚怎麼加註解,很簡單 第一步,一樣游標放在什麼 E4,所以這個拿這個好了 另外的話,那個註解 你的內容,你可以寫給你自己看 你不要寫的跟我一樣,沒關係 你可以寫你自己看得懂的語言,都沒關係 不要說照著打,打你習慣的 好像有外籍的同學 你打你自己的習慣語言,都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OK,甚至以前他的同學很認真 他這邊打個筆記,他打很多位 甚至還打一篇文章 沒有誇張,就打很多 我覺得OK,沒關係 這個是給你自己看的 當然也不要打太多 有點怪怪的 然後這個是什麼 2,Ctrl Shift 向下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Ctrl 加上 Shift 加上向下 然後就按 Delete 鍵 3,就按下 好,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如果你把註解加上去 那感覺突然間 程式就相對的比較親切了 那順便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要寫任何程式做按鈕的話 反正就是Dub開頭 名聲就後面小瓜糊 OK 那你說這個句集跟自己將來寫的有什麼差別 其實結構都一樣 結構都一樣 只是差別是一個是Esser幫你錄製的 一個是自己寫的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請各位把前面的函數盡量做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兩種方法做完之後 後面有個提錄一下 並且把註解加上去 大概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請各位試試看 要把這個檔案直接存檔 然後並且上傳到MOD 這樣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OK 好 因為 谢谢大家